一满勺的白糖 再来一满勺热水 一满勺白糖 再来一满勺热水 少来一点干净的食用油 防止结块 少来点食用油 防止结块 只要出现这种 密集的这种大泡 就是现在 出现了和我指甲盖 这么大的泡 倒计时 10到15秒 快点的吧 我可冒烟了 加入热水 一定要加热水啊 赶快加入热水 红酒色 琥珀色 这样熬糖色很简单 炸一个虎皮鸡蛋 六七成油温 像是煮好的鸡蛋 炸到这种金黄色 起虎皮 就可以捞出来呢 长辣椒也给它涮一下 在油里边 长辣椒也到油里咕噜一圈 起虎皮马上捞出 咱们切的五花肉片 也给它煎一下 或者炸一下 起锅的肉 一定要用纸巾擦干水分 不然崩油 老溜溜的纸巾 是我在抖音商三块九买的 抖音性能活动特别多 新人还有专属优惠 超多食品 清洁家居 日用品 只要一毛钱 点击左下角就能领取 日常左滑 炸到肥肉收缩 猪皮上面冒白泡就可以了 快看 炸到现在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先放入葱姜片 热锅冷油 放入葱姜片 小火炒香之后放入香料 小火炒香以后 放入花椒 桂皮八角香叶 白芷干辣椒 再次炒香之后 放入五花肉片 炒出料香味 放入五花肉片 陈醋半勺 淋半勺锅面醋 气心解腻 生抽小半勺 生抽小半勺 糖色来个三分之一勺 糖色小半勺 这糖色一放 小颜色 哪会先上来了 老抽少来一点点挂个色 稍微来点老抽 补个色 加入啤酒半瓶 高低给它整一瓶皮的 酒气挥发之后加入热水 煮一分钟 酒气挥发之后加入热水 来一勺鸡精两勺白糖 一勺鸡精两勺白糖 一勺白胡椒粉 一点蚝油 一勺白胡椒粉 一点蚝油 中火盖盖先炖四十分钟 中火先炖四十分钟 放入刚才炸好的虎皮鸡蛋 到点了 现在已经喷香了 加入刚刚炸好的虎皮鸡蛋 这个时候再来一大勺盐 再补一大勺盐 再来十五分钟 咬牙再坚持十五分钟 最后放入炸好的辣椒 再来五分钟 放入辣椒 最后五分钟 收到这个汁粘粘稠稠的 大伙把汁收到粘稠 我的天哪 这虚猪靶子肉都够消迷糊了 软烂的靶子肉 配上刚出锅的大米饭 拌上灵魂小汤汁 这不是绝了吗 你们猜我能吃几碗 OKK OK